很多人告诉我说法师啊 某某法师好像哪里不对啊 或是有人说师父啊 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些居士啊 说他在卖什么卖什么 但是各位不要讲不好的 为什么? 无论如何他卖那个东西啊 可以让别人听到一点点佛法 他有信心 而且对往生者虽然不究竟 但是你给他烧一点东西 你用了五百块买了什么东西 对他还是什么 搞不好往生者都快乐 我的意思是说 虽然他不究竟圆满 但是我们为了保持清静心 我们就希望他如此 祝福他真的 这个东西对往生者有帮助 对活的人有信心 这样就好了 因为永远保持善念 如果你很多人就是一直觉得对对错错 这个对那个错 伤害到你的清静心 然后你就起了批评 讲了两舌恶口 那不好 各位你知道吗? 所以现在网络上面很多很多的 现在是自由时代 所以我们谁都有因缘发表他个人对各种修行的方法 所以如果你觉得不好 你可以发愿帮助他 或是承担他 你认为他这样做不好 那他造了恶业给我 然后他所要帮助对方的消灾 拔肚能够埋怨 甚至参加买的人可以埋怨 这样就对了 你就跟他结善言 你不要跟他结恶言 记住啊 今天一个任何一个在家出家 不管他在讲法 你认为他不如法 那你心念就有问题 就失去悲心了 那你来替他承担吗? 因为参加他法会的人 至少他不是坏心啊 他就是求超度啊 不要痛不要痛啊 所以现在有很多各种形式的 那我只是告诉各位 心要要大 对方你认为不圆满 你帮他承担啊 然后对方在求消灾严肃发财 你帮他齐请啊 但是我最担心一点就是说 有人就一直讲对方不对 你不要看那个不要看那个 这个是伤害到你的清净心 伤害到你的佛性呢 那是最不好的 但无论如何 我们都祈求佛菩萨 加持这个祖法的人 也加持乐意听 跟想要得到什么 虽然他付钱 这样就好了 就算这位祖法者 他没有办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但是他叫人家拜什么拜什么 现在七月份到了 那七月份到了要超度啊 超度一桌多少钱 那个东西多少钱 哥你不要骂啊 你不要说 你这样你就造苦业啊 人家至少吃到东西吧 就像各位 我们每次农历七月 很多人在路边 在收金座 拜拜 不管他怎么拜 众生总是吃到啊 那当然你说他拜肉 拜肉你就帮他超度超度啊 众生很喜欢那个味道啊 但是如果你一直伤害 叫人家不要做 那众生没得吃怎么办呢 那众生没得吃就找你了 因为你批评了人家 所以各位 无论对方他求什么 但是你满对方的愿 然后你说 不是啊 那个主法者是个假的 他是骗钱的 那你就观想 他变成观音菩萨就好了 不是吗 这个荧幕本来就是假的 你想什么 他就变什么啊 一切违心照 他就变成真的观音菩萨 然后众生呢 求什么就埋怨 重点是如此 这样你才能够累积成佛的质量 那哪一天你早一点成佛 你可以究竟帮助他 无力不 爱无力 所以各位 就像苏同波的故事 你心中是大便 你看谁都是大便 你知道吗 你就讲别人错 佛印禅师看对方 怎么看都是佛 所以佛印法是成佛 这个就对了 现在很多人喜欢 谈对对错错 甚至政治节目 你不是对方 你不要批评 我跟你讲 你照口译 有些佛菩萨来视线 负面的 他为了达到一个正面的 这是你不知道的 所以佛讲得很清楚 除非你成佛了 千万不要批评别人 有听到不